广受大家喜爱的高雄市眷村文化节 今年已经满十周年了 这次主办单位特别规划了 千人揉馒头活动 重现眷村年节时团圆围围炉的热闹气氛 吸引了三千多人参加 副市长许哲也出席了活动 与大家一同体验做手工馒头的乐趣 场面温馨 庆祝高雄市眷村文化节 迈路十周年 是否今年已腊月初八 过了腊月就是年为主题 在凤山海军前明德训练班扩大举办 吸引数千人参与 其中千人揉馒头不仅场面壮观 而且充满浓浓的眷村过节气氛 副市长许哲也亲自下场揉馒头 与民众一同欢乐 他表示市府一直以来 关心眷村的收复工作 黄埔新村预计将投入1.5亿整件 渴望在明年重现新面貌 那市政府事实上这这几年 在几个眷村 事实上也都在进行修复的工作 以凤山来讲 我们黄埔新村 事实上在进行1亿5千万的修复工作 那这个地点 我们事实上现在加紧完成 文化部所鼓注我们 两千多万的西部设计 完成之后 我们就要正式向文化部提出 整个全区的修复 除了千人揉馒头 现场还席开270桌 超过3000位民众一同开心团聚 现场充满浓浓眷村过节气氛 为期两天的活动选在国定古迹 前海军民的训练班举办 市府希望结合文化资产 眷村文化及文创精神 让人更加深刻认识早年眷村的生活变貌 市眷村文化节赞 港都新闻吴秉原洪静怡采访报导 不是 不是 不是